男人们终于结封了 憋坏我了 我一定要出去吃炸鸡火锅麻辣烫 再去到欢乐古迪士尼班 那种没有玩的没有吃的 全部都补回来 哎不对 不会 解封不会因为这要复工了吧 那每天007的生活又开始了 上下班通勤两个小时 Q2的KPIG们还没开始 救命啊 第二天 抢菜抢菜 咦 什么怎么什么菜都有 神仙了今天 再来点水果 今天怎么这么好抢啊 不对 我解封是为什么还要抢菜 算了 今天要上班 待会儿一定要花一封 精致的妆容 经验全场 之前都是9点钟起的 今天又起晚了 我粉饼呢 我化妆刷呢 找不到了 赶紧套外套出发吧 别迟到了 不对 我外套里面的睡衣没换啊 完了 这么多天没见到Sophie了 之前她每天早上都跟我分享她的减肥进度 她真的好努力 我哭死 之前我们还约一起跳流光红来着 结果这三个月我完全摆烂了呀 看大朋友圈又左旋又吃减堂唇的 这不得瘦死啊 嗨Sophie 这么多天没见 你这个身材保持的不错嘛 哎呀说实话居家隔离不出门哪有什么动力啊 练了两天就不练了 果然居家隔离是最有效的反卷措施 哎亲亲嗯 连累的进度我们已经在追了 对这两天绝对办好 绝对办好 嗯嗯嗯 您稍等我又有一个电话 喂喂您好 好好的 好的好的 我这个需求我们记下了 嗯嗯好的 怎么这么多事情啊 这样到明天我也办不完啊 哎都七点了 哎现在一九点风 终于可以点外卖了 炸鸡妈的汤我来了 我的外卖来了 哎这怎么这么油腻啊 我还是回家自己做好了 这不比外卖健康一百倍 快递终于恢复了 可以买买买了 618我来了 都加入购物车 凑个买减下单 哎怎么余额不足了 什么前两个月我才花了一千多块钱啊 什么就刚才这么一会我就花了三千多 隔离这三个月从一开始的不适应 甚至到了那种再不解封 我就要发疯了那种程度 到现在开始享受这种慢节奏的生活 本社孔甚至想要借助居家隔离这一点 来逃避一些社交场合 这次居家隔离 无疑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 但是呢这种独处的机会 也让我有机会反思自己 之前那种人云亦云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正确的 别人点外卖自己就不好意思带饭 别人去social呢也要强迫自己融入 所谓的合取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内耗 虽然最近有一句话非常的火 是青春才几年疫情占三年 可是不一定是旅游聚会才叫青春 这种慢节奏的生活 以及对家人的陪伴 何尝不是之前一直想要实现的愿望呢